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 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变 而且从表象上看 比那个时候更加恶化 所以这篇文章呢 除了在表象上 你会听到 现在似乎还不如那个时候 其他的实质都是一样的 那么因为比较长 我后面几期将连续播出 希望大家能够从我探讨的 宗教生态的被破坏 看出现在为什么会不断地揭出恶果 这个题目呢 我先从一个叫做活佛爆炸案说起 表面看 藏区现在到处是寺庙 香火旺盛 僧侣众多 人们自由地拜佛转经 在藏区浮光烈影地走一圈 然后你得到藏人的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印象 是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经历 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因此把过去的封闭防守改变成为主动进攻 开放西藏的门户 邀请更多的外国记者和政客去西藏参观 并且开始取得成效 这说明一下 那个时候是中国取得了奥运会的申办资格 将在2008年举行 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是表现的对外开放 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纳 与国际社会相接轨 而且在西藏问题上 也采取了一些积极主动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的会谈 就是那个时候举行的 而在2003年1月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藏人 洛让邓珠被判执行死刑 藏人僧侣丹增德勒 被判缓期两年死刑 丹增德勒的俗名是阿安扎西 丹增德勒是他的宗教法名 他是一位广受当地新教百姓拥戴的 藏传佛教格鲁派仁波切 仁波切在汉语里习称是活佛 当局指控他策划 并且指使洛让邓珠实施了一系列 政治性的恐怖爆炸案 因此将他们判刑 2001年的1月 甘孜州首府康定的折夺河中桥 半夜发生了爆炸 虽然没人受伤 但是爆炸的声音震惊了整个康定城 2001年8月1日夜里也是在康定 中共甘孜州党委的大门遭到爆炸 值班室内两名武警受伤 同一年的10月2日 康定城内州交通警察大队的大门又发生一起夜半爆炸 守门的老汉被炸死 现在这几起爆炸案都归于丹增德勒和洛让邓珠 对于这次审判的疑点 我已经写了其他文章进行质疑 就不在这里重复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 如果西藏宗教真如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自由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爆炸案呢 我虽不相信是丹增德勒支持了爆炸 但是爆炸的确有可能是藏人所为 而且是和宗教问题有关的 甘孜州当地与我持相同看法的人不少 康定发生爆炸之后 当地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丹增德勒 而是离丹增德勒居住地几百公里之外的 色达喇荣五名佛学院 距离色达县城二十多公里的喇荣山谷 有一座藏传佛教宁马派高僧 尽美彭措建立的五名佛学院 在1980年时初创 那时只有三十多人 到了九十年代末 在那里学习的僧众已近上万人 其中有出家人 有在家人 有喇嘛 有尼姑 还有上千名汉人信徒 从各地前去学习的僧众不断的增加 而中国当局对任何不被其完全控制的组织都怀有猜疑和畏惧 对五名佛学院进行整肃 是他们掀起的一个运动 整肃的主要目标就是减少那里的人数 使之不能拥有太大的影响 按照当局的规定 佛学院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女僧众只允许留下四百人 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男僧众只允许留下一千人 而所有一千多名来学佛的汉人都必须全部离开 当局原来指望主持佛学院的尽美彭措和其他的任波切 刊部能够协助完成驱赶僧众的任务 但是遭到了他们的一致拒绝 因为对出家人来说 劝他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解行为 于是当局便使用了强硬的手段 由工作组指挥雇来的汉人民工去摧毁僧众的房屋 以让僧众无促存身的方式逼迫他们离开 2001年7月10日 拆房达到高峰 一天之内就拆掉了1700多座房屋 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的场面 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 此起彼伏 沉烟此起 另一边是上千尼姑 抱头痛哭 震天动地 那一段 五名佛学院周围的山上 到处都是成勤绝对的流浪女泥 封餐露宿 躲避政府的追捕 就在色达拆房高峰的20天后 请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甘兹州 中共党委的大门被炸 而康定城里发生的三起爆炸 都是在对色达五名佛学院整肃最烈的2001年内发生的 我当然不是说色达五名佛学院的高僧们参与或指使了爆炸 但是那场强行居住波及了来自各地的几千人 被赶走的人不再受佛学院的管束 而且其中不少人并没有修行到佛教的不真与忍辱的境界 想到上千对社会毫无伤害的女人 仅因为有信仰 就被拆毁住房 逼得他们欺慌逃奔 连我这样的无关者都会感到愤怒 何况那些被驱赶的人 以爆炸进行抗议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到底藏区有没有宗教自由呢 宗教在不同的层面有的显露在外 如寺庙建筑 僧侣念经和信众烧香拜佛 也有表面不容易看到的 如宗教的哲学传承组织教育等 后者是宗教的实质 前者是宗教的形式 形式是实质的载体 宗教如果只有形式没有实质 那就不是宗教而成了迷信 目前藏区的宗教在形式上 的确有了相当的自由 走马观花的旅游者几乎不会看到限制 但是稍微深入一点 就会知道限制不仅存在 而且无孔不入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2000年我在西藏自治区做过如下的调查 下面就把我的调查报告讲一下 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 进驻寺庙 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 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 遣送回乡 还有一些关进监狱 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大来喇嘛 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 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 限定寺庙僧人编制 禁止寺庙之间串联 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 甚至人不借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寺庙自主 名存实亡 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 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 干部和国家职工 都被名门要求不许信仰宗教 还要把达赖喇嘛当成敌人 美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赖像 还不允许设经堂佛刊 不许请僧侣念经 不许做佛事 不许挂宗教性标志 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 违反者要为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退休者扣罚退休金 学生则不予升学 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 9万多党员 15万职工 其中80%是藏族 加上他们的家属 总的算起来 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 超过西藏总人口的10% 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 2000年的萨格达瓦节 萨格达瓦是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 其中之一 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 监视有无本单位的人员出现 还有一些县令到了可笑的地步 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翻的画面 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副藏记者一起采访的时候 外省的记者专去拍遍布民房上空的经翻显示西藏的特色 而西藏的记者却要到处去找拍不到经翻的角度 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 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 当局对蒋经红法的封杀 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 百姓的信仰就只能停留在形式与民信的层面 无法了解宗教的真谛 由此必将造成宗教的衰微 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 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 宗教遗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 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经十几年不批准举行 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 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 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 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 作用旨在于欺骗外国的访问者 还不如没有 那么在西藏自治区以外 藏人最多的地区就是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主的康巴地区 康区两位最受信众拥戴的人波切 康北的晋美彭措和康南的丹增德勒 一位门下的几千弟子被驱逐 另一位本人被判死缓入狱 追溯政权对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焦点就在宗教是否自由 他们要宗教自由 而政权不给他们这种自由 以丹增德勒为例 他落得这样的结果 与他和当地的政府多年的矛盾有关 甘孜州当局一直把它视为异端 1997年7月 甘孜州宗教局秉承甘孜州党委的意志 下发了一个专媒针对丹增德勒的文件 其中指责他的内容有 他把一个帐篷寺庙 改建为土木结构的固定寺庙 第二点是他扩建了寺庙 第三点是他修建了一处念经活动点 第四点是他指认了两名仁波切的转世灵童 第五点是说他插手干预了另一个寺庙的门间 一目了然 以上对丹增德勒的指责 每一条都属于宗教事物 如果真有宗教自由 政府就不需要对其中的任何一点进行指责 然而政府不但这样做了 还由此对丹增德勒进行了以下的几项处置 第一是取消他的人不切的身份 责令他执取作为一个普通的僧人 第二是否定他指认的转世灵童 第三是规定他不得去其他的寺庙参与活动 第四是罢免他亚江县政协委员的身份 那么这几项处置除了罢免政协委员 是可以由当政者决定的 其他几项无疑都是对宗教事物的干涉 除此还有一个问题是当局的干涉是否能够生效 按照丹增德勒本人的说法是 他的人不切身份是他在印度的时候 由达赖喇嘛认定的 那是宗教内部的传承 只能遵循宗教内部的规则 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政党地方分支机构 何以能够决定谁可以是人不切 谁不可以是呢 对这样的决定丹增德勒不会接受 当地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接受 那是宗教的原则 不是有权利就可以改变的 事实上也是这样 当地的老百姓仍然把丹增德勒当作人不切 丹增德勒的威望反倒越来越高 几万当地百姓联名为丹增德勒进行担保 这就把政府放到了一个尴尬的地位 他以正式发文件的方式 宣布了对丹增德勒的处置 却又不能得到兑现 这就构成了对政府的蔑视和挑战 也构成了对相关的官员的羞辱 虽然这应该说是政府方面自取的 但是政府却会把账记在丹增德勒头上 再认为权利可以做到一切的社会 当权者不会因为人民不接受就善罢甘休 他们必然要不断的升级 把互动进行下去 一个回合没剩 就会来第二个回合 直到最终 证明权利取得了胜利 我是在丹增德勒入狱之前 就开始对他有关注 我还计划把他作为研究对象 我对他的兴趣最初起于 如何维护藏区社会治安的思考 康区特别是甘兹州 是个治安案件多发的地区 对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的经历 有一次我开车到甘兹州县城的时候 太阳还没有落 住下有点早 赶到下一个县城 则要走一半的夜路 我早就听说过在康区 大家都不敢开夜车 但是我是外人 不见观赛不落泪 就决定继续走不耽误时间 结果黄昏刚进 就看不见任何车辆 夜色降临 更是漆黑一片 果然在大灯下面 我看到了一颗巨大的圆木 就横挡在公路的中间 那是强盗惯用的拦路手法 只要车一停 藏在黑暗当中的强盗 就会出来抢劫 幸亏那木头和路边的排水沟之间 还有个空档 让我一踩油门一咬牙 就从那冲过去了 所以避免了遭到抢劫 我在雅江县 还遇到过一起命案 那一次 我是住在离县城几公里的一个路边的旅店 早上喝酥油茶的时候 旅店的藏族老板指着窗外让我看 不远处的路边上 有一块编织布遮盖着一个形体 一看就是一个人形 藏族老板说 那是昨晚被警察打死的强盗 强盗是两个藏人 抢了一辆成都的火车 司机到雅江县城 报了警 带着警察 沿路回来找 两个强盗刚好走到这里 警察逮捕他们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拔刀的动作 开了枪 当场打死一个 另一个跑上了山 跟我说这事的藏族老板 忏悔的说 两个强盗先是想住他的旅店 因为没有身份证 就没让他们住 结果他们出门就遇到了警察 如果当时让他们住下了 可能就不会死人了 不过旅店老板随后又说 打死也好 前年前面的山上 也被警察打死了一个 结果太平了一阵 最近抢劫案又多起来了 再打死一个 又会有一段太平 不久县里来了几辆警车 勘察现场 我跟一位警官聊天 他说现在的案件越来越多 十年前他刚进县公安局时 全城只有三十多人当公安 现在已经七十多人 案子还是迫不过来 最大的问题是藏区地广人稀 道路差 交通不便 若是哪里发生案子 报案需骑马翻山 有时得走好几天 警察去现场也得骑马 又得好几天 犯案的人早就跑没影了 而且茫茫草原里面大山 人一跑根本不知道上哪去找 他说治理藏区的社会治安 只有毛大爷 这是他对毛泽东的称呼了 毛大爷的方法最好 那时候靠的是群众专政 全民结兵 人人都提高警惕 有违法犯罪的现象 大家一块起来管 基层组织那时候也发挥作用 即使没有警察 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或者即使发生了什么罪案 罪犯也跑不了 现在呢 基层组织失去了作用 出了什么事 大家全当没看见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维持社会的治安 全靠警察 而只要警察的手伸不到的地方 罪犯就可以胆大妄为 不过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靠阶级斗争来上紧社会的发条 只能维系一时 不可能保证长远 当毛的一套 已经不能再指望 藏区的社会治安 应该靠什么维持 扩展的讲 就是西藏社会 应该怎么治理 靠什么保证秩序 和长治久安的问题 这不仅是现在和毛时代 需要面对的问题 历史上也一样需要解决 那么在以往千年的时间中 西藏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好 今天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期见 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 请扫描赞赏二维码 进行赞赏 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 或其他作品 请扫描订阅二维码 订阅绝地金书频道 收看收听已发布 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